因為很多小熊書上,很多的視頻就說來到香港 因為講普通話就遭受到歧視 我現在是講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personal experience 我自己所接觸到的香港人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各個階層都有 我自己去每個不同的區域 其實我也都aware到很多國內的人來香港 但是我真的沒有experience,沒有witness first hand,任何講普通話的國內的人 就被香港人歧視 就是因為他是講普通話 現在我們香港的中小學都用大量的普通話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我怎麼說呢? 對於這樣的聲稱 可能他黑仔 他來到香港遇到一些 一個真是很unreasonable的香港人 一個很big的 但是… 但是… I assure you 這個真是…一定是… 不只是minority 不只是少數 還是一個… 一個… 萬中無一 就是… I have a thousand reasons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someone and conversing in普通話 definitely is not one of the reasons I assure you 就是我有一千個理由去歧視一個人 但是絕對不會因為他是… 講普通話去歧視他 我覺得… 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 interaction 為什麼… 你遇到一個人的時候 對方是… give you a black look 或者是… 他那個reaction呢 是… amiable 很… 很和愛可親的 那我覺得呢 A個呢 更多… 機會是… 你… project那個image 即是你給人的印象是怎樣 我覺得是整個人的那個… vibe 那個氛圍呢 給人的那個感覺 is it… is it a… is it a pleasant… a pleasant vibe 即是令人一見到你 他就覺得… 你… 你… 很開心的他 很輕鬆的 哈… 好… at ease的 哈… 還是說… 即是他… 他… somehow… 你是… 啊… give off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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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的 vibe呢 即是一些很… 很 subtle 的東西 是去… 形成那個印象 包括你那個… 樣貌啦 你的appearance 你那個… gesture 或者… 再加上… 再加上… 你那個 voice 再加上你那個聲線 even… 甚至… 你散發出來的氣味 我不是開玩笑 人與人之間 人的嗅覺就不是特別靈敏的 但是… 臭覺一定是一個支持的 否則… I'll tell you what… 那些… 那些… person 是一個… big industry 就是這樣原因 否則… 那些… 韓二點… 古龍水 怎麼辦 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好賣呢 啊…